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 1945年今日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沙漠事报 早于1942年 美国就开始研制这种威力强大的武器 这项代号曼哈顿计划的研究工作 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之下进行 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枚原子弹 令到日本后来宣布无条件投降 华东地区在1991年暴雨成灾 民政部在当年今日发出的灾情通报说 有2千多人丧生 近5万人受伤 灾民达到2亿2千万人 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00亿人民币 2001年今日 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莫斯科签署 中俄木轮友好合作条约 为两国发展平等互信入 建设性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奠定了基础 《碧桂园十里银摊》突约 当年今日 是由碧桂园十里银摊 突约播出